嗯做好了 这一年呢很快就过去了 又到了我们每年发奖金的这个时候了 哦 嗯 这一年呢你们每一个人都为我们这个家付出了很多 但是这个奖金呢 我还没有想好具体要发给谁 我觉得那肯定是给我了 嗯因为我每天下班以后 我会去买菜 做饭洗衣服拖地 然后接孩子送孩子 都是我来干我觉得我的贡献是最大 所以说这个奖金我感觉应该给我 妈我觉得这个奖金应该给我 我平时放学以后也会为家里做很多事情啊 那我有跟你不就是一样的吗谁得不一样的 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 哈哈哈哈 那何友卿啊你呢 妈我不要 你给他们两个分了吧 啊为什么 因为学习是我自己奉励的事情 嗯 为家里做一些利所能力的家务 是我们家里的成员 每个人应当做的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都不算能了 嗯 所以我没资格拿这些钱 不错 你们俩看看你们俩看看你看看人家何友卿 你不跟人家何友卿学学啊 平时看你父女俩挺好的啊 一到关键时刻你看看 都顾自己了是不是 你别笑 现在我决定 把这个奖金给何友卿 啊 上回 我 看我了 行为 你好意思吗 怎么了 天气冷了 我让你帮我买件衣服 你说北钱 我把我要的钱给你 你倒好 几十块钱的衣服 你跑腿费要我一千 你说你这么大爸的吗 我让我妈找你药 你还跟他吵架 都不好吗 气哭了 那能怪我吗 我说五五分 他不愿意 他跟你说三七 那能怪我吗 你们是因为 分账布局而吵架的 啊 那你以为呢 怎么了 不是 你一个大男人在家添手面膜呀你 不是我添面膜怎么了 不对呀 怎么了 你最近不是打扮就是贴面膜 你情况不对呀 不是我有什么情况啊 你是不是想学陈世美 想抛弃弃子呀 不是我就贴了面膜 我抛什么弃 我弃什么子啊 啊 不好画月牙 不是画月牙干什么 你要试试谁 陈世美 我就砸了你 我 儿子和女儿的区别 爸 裤子好像有点短了 裤子短了 哎呀 大姑娘又长个 一会爸爸带你去买 好吧 爸 我这衣服有点小了 小了 那不也没破吗 先穿着吧 等破了再说 贴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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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责 就是找你